继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成之后 中共的又一位副部级高官被查 他就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原能源部部长刘铁南 因为涉嫌严重伪计已经被免职 刘铁南被外界认为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家族的财务管家 媒体分析 中共高层拿掉刘铁南 等于是绝了江派人马的命根子 据了解 中纪委官员11号晚上搜查了刘铁南的住所和办公室 12号中纪委证实刘铁南涉嫌严重违纪被带走调查 中共党媒新华社则在短评中炮轰刘铁南为蛀虫 并表示媒体人罗昌平实名举报刘铁南传递了正信号 去年12月6号大陆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 实名举报刘铁南涉嫌学历造假 与商人李日涛结成官商同盟 妻子和儿子在尼日涛公司持有股份及包养情妇等问题 刘铁南被举报当天正陪同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出访俄罗斯 能源局新闻办却出面迅速作出回应 不但否认举报的内容还表示将报警处理这起所谓的谣言 国际媒体大纪元新闻网分析 在当下的中国高级官员涉嫌贪腐 一般在官员被拿下后媒体才推出报道 而刘铁南一被举报即被曝光较为罕见 刘铁南身为副部级官员被实名举报 多年来也是少有潜力 报道说刘铁南贪腐的背后 隐藏着江泽民及江派的庞大利益 而官媒针对刘铁南被调查的消息则高调报道 微博新华试点发表微评说 实名举报让蛀虫无以遁形 并认为刘铁南等贪腐蛀虫恶有恶报 大纪元的报道表示 中共高层与江派双方在媒体和舆论上出现混战 报道说 之前因马三家酷刑事件触发中南海震荡升级 中共高层正处在意识形态 劳教制度 司法等方面严重分裂的敏感时刻 刘铁南被免职 显示江派再遭严重警告 大纪元的分析还指出 中共党媒近期抛出的几大焦点矛头 全都指向江泽民 包括江泽民御用大导演张艺谋的丑闻 以及19年前清华大学女学生朱令他中毒案 嫌疑犯的家庭背景 刘铁南本人在江派里面 他可以说是江泽民的一个台务的总管 像他这样的人 他对江派的整个侵占的国有资产 这名指名高的这个名项和分配 他是完全掌握的 可能是非常最深的底细 只有他这个人知道 目前来看的话 体力的动作比较大 他的出手呢也比较狠 直接的就把江派的来务总管就给拿下了 今年1月7号被实名举报的刘铁南 现身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并做报告 随后原能源局长张国宝发表文章 回忆江泽民说过的一句话 决策时要相互妥协 外界认为江系想被刘铁南上岸 但4月22号 在新华网首页的署名评论文章 出现邓小平生前警告江泽民的讲话 谁不改革谁下台 谁不坚持改革开放 你们就可以把他打倒 随后新华网的首页再出现上下两篇 影射打击江泽民的评论文章 包括江泽民对谁说我就是你后台 和胡耀邦下令搜查政治局委员家 反腐震动中南海 分析指出 喉生媒体点名了 江泽民是大贪污犯 随时面临被查处 大纪元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 江泽民 曾庆红 周永康等官员 利用国家开发银行 中石油 中石化和中海油 及发改委这个体系赚钱 刘铁南是替江家帮 把持能源业的看护人 而目前能源局所属的发改委 已由前总理温家宝亲信 徐少使职长 报道说 这无疑是习近平李克强阵营 掐断了江派的一重要恋财通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